確認身份 航警趕快上前攔截 爸爸工作到一半 急忙趕來實在好交集 生怕女兒這一飛 就再也回不來 如果再過往 就發生什麼事 沒有啊 沒有就要去幫你找 因為詐騙的算是有很多 21號上午 航警截獲報案 一名父親交集的表示 女兒等等要飛往柬埔寨 生怕會被詐騙 想要攔阻 航警馬上介入調查 他到機場勸說了一個小時 隨即動員協巡 最終在桃園機場內 巡獲該女子 了解後得知 這名23歲的女子 原本是要與前夫 一同到柬埔寨開店 搭21號下午1點55分的班機 先飛往曼谷再轉機 出發前他打給家人報平安 但爸爸越聽越不對 因為這個前夫 過去曾在柬埔寨做詐騙 雖然兩人已經離婚 但還是有繼續聯絡 這次對方要飛回柬埔寨做生意 由於是捨不得遠距離 決定一起跟過去 出發前一刻爸爸與哥哥 才接到通知 就怕來不及 只好求助議員和警方 我們預防勝於治療 我們先預防 先讓他知道說家長的需求 我們先讓他留置在台灣 這個家裡面好好去溝通 雖然爸爸是擔心 生怕女兒被騙 但後續婦女倆 也得要好好溝通 TVBS新聞廖宗慶時選人張知敏藍廷 桃人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